首先林芝妙绝对不妙 他一定会被判重罪 为什么呢 不是他到底有没有贪污 有没有伪造文书 有没有这些 他的重点在于 他让民进党在宜兰 非常的没有面子 宜兰是民进党的民主圣地 从1981年到现在 这整个案子 基本上是完全 就是说1981年到现在 陈定南游锡坤游守成林冲贤 然后中间有一个短暂的 代理的县长 是包括什么 我们吴泽成成经德 过去的1981年连续40年 严格讲起来比较精准的讲 应该是37年 这37年当中 各位观众朋友猜猜看 民进党执政了多少年 执政了33年 过去37年 民进党执政了33年 只有被这个吕国华 给这个 给断断了 这2005年到2009年 那但是呢 吕国华才当了4年 又被林冲贤拉回来 所以整个宜兰都是民主民进党的天下 搜索啊什么积压之类的 好 还有 竟然又给他当选 给他高票当选 那接下来当选下去呢 就会做8年 这将会使 民进党 这个号称民主胜地 在过去45年当中 留下最不光彩的记录 就是竟然让国民党的人 可以断了他们的这个连任 而且一断就是8年 所以此仇不报非君子 怎么可能让这个林芝妙 给好好的做完8年 非要办他不可啦 我就这么简单的说 至于啊 一个选过县长的人 或者当过县长的人 如果要用 很严苛的选举 对价 图力 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没有一个可以过关啦 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过关 所以柯文哲一样啊 没有一个可以过关 第一个你的那个政治现金 绝绝对对不合法啦 不用说了啦 从基隆到屏东 没有一个人合法 总统大选以来 没有一个人合法 因为那个政治现金 订的那个金额是 不可能达到的 而且当这个候选人呢 他面对非常非常多的那种 大小额的捐款 他是不可能完全诚实申报的 因为有些人是 那个钱拿了就走 他连名字都没有留 那有些人是其他 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你是不可能认真查起来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关 那就要看查谁不查谁的问题 那林之庙呢 他是一定会出事啦 那你看他被贪污 伪造文书 财产来源不明 洗钱 这四个东西 只有伪造文书这个东西 是斩钉解体有证据的 财产来源不明 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财产来源不明 来作为一个罪名的话 那今天 每个选过总统的人 你可以把他竞选支出 拿来好好的算一算 这都是财产来源不明啊 没有一个会搞清楚的啊 因为那个金人总部的金额 是很庞大很乱的 你去看柯文哲这次被 抄家的整个过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要拿法条上的 每一个细节来看 他当然有问题啊 问题大了 问题是 他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而且呢 我更可以说的是 像他这种级别的选举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查的话 没有一个可以幸免 所以林滋庙的涉及的 这几个案件哦 他不会 他是完全不可能 有 就是当锁定他 要他有罪的时候 他就一定有罪啦 你放心好了啦 他在起诉书上讲说 他用一些这个 就是他处理一些 免征免 就是一些民间地主的 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他图理了民间地主 然后就换了一个 这个民间的这个地主呢 就给林滋庙提供了竞选总部 然后也还竞选 提供给这个韩国瑜竞选总部 然后说这个东西呢 让这个地主呢 有免拆除的利益 达240万 我坦白说啦 今天一个宜兰的县长 要贪污的话 应该是贪污大概 两亿到三亿才算是行情啦 像那个郑文燦这种动不动500万来500万去的那种 钱金就先来500 这一种才算是行情价啦 你说一个让一个人的那个免拆除的这个 可能是违禁啊 我是具体不知道他那个那块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去算他的这个不当得利有240万 这个我觉得有点扯啦 而且违禁的缓拆或者是顺序 这本来就是一个裁量权嘛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立委啊议员 特别是议员啦 去帮他们官说嘛 你随便去问你周边任何一个朋友 当他们家收到这个什么违禁要拆除的时候 第一件事找谁 找议员嘛 那议员干什么 就去找市长找县长啊 因为以台北市来讲 要拆的所谓缓拆的违章建筑 就是那种过去流传下来的 你可能租 你可能买了这房子 他就在那了 顶楼加盖 这种几十万户啊 那就会列哪一种是 新盖的就要拆 然后如果不是新盖的 那就可能几年内的就缓拆一步一步 那同样是在同一个年份内的 为什么要先拆张赛 为什么先拆李四 那这就是议员干的事嘛 那你说今天林芝妙为了这个事情 被认为说他图利别人200多万 然后这个人呢投桃报李 就把他的这个其他的土地呢 就就租给了 就这个借给了林芝妙 后来还当了韩国瑜的竞选总部 的那个宜兰分部 像这种事情 你把它拿来当成一个什么 什么贪污啊 或者是哎呀 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 你让这个出了出过社会 或者是选过举的人看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聊啊 好那诸如此类的事情 还有很多的案子 那另外 侦查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程序上的不正义啊 这种东西真的是台湾司法上最大最大的问题啊 不要讲说程序上的不正义哦 连那个 你看就就拿论文的案子来讲好了 就拿我自己的案子来讲好了 连停都可以不开啊 连停都不准那个就是连视讯都不准 连律师在准备程序停代替被告出庭这个不可以啊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六法权数上任何的依据的 他都可以这样做还可以一路演到通气 然后没收护照 当然这种事情将来会频繁了 然后频繁以后是每一个环节的公务人员都要接受处分 可是在当下你看那林芝妙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新闻的这个角度来看 检方就大啦啦对外宣称他就是贪污他就是这个洗钱就是财产来源不明 然后就是判20年徒刑 那你说这样子大敲锣打鼓 到台的地方法院会不判吗 而且他会判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林芝妙没有认罪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如果认罪的话 搞不好就是你看 其实 搞不好就几年而已啦 反正这种东西就这样 然后你看林芝妙之外呢 还有其他周边的人 而且林芝妙在宜兰被 因为选举被污蔑的真的污蔑的简直就是体无完肤啊 从他私生活他的女儿什么就讲得非常非常的不堪 我觉得选举大概其实也没有必要选到这么没有人性啦 所以这个案子它不是个司法案件 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案件嘛 我们就看看 当然因为我手上拿的证据不够多 可是我看这个警方 检方跟法院的套路啊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政治司法的SOP 就一步一步透过媒体 然后透过这种 先查扣证据 先不先没有证据先查扣东西 然后再来慢慢的 慢慢的这个逼供 这个逼供的方法就是用骗的又哄的 把一些相关周边的人都找来 然后疲劳轰炸 要不然就是骗你说 他都糟了 他都糟了 然后你要不要转污点证人 就是又威胁又利用 这种做法 我实在觉得台湾的司法 真的离野蛮社会 真的还是还很接近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 全校精华 精华双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